我們防疫做得好像不錯 因為台灣感覺上 大家沒有發生像美國 像歐洲國家那些自由國家那樣的重災情 但是一方面也不禁要讓我們問 我們的這個檢疫的狀況是真的嗎 我們的公共衛生是真的嗎 從日本呢在一個星期前有一個回到日本機場被篩檢出來 有這個陽性的這個日本人 他在台灣待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而且怕發燥引發了恐慌 那政府也去檢測周邊的一些人 發現到目前為止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就會讓我們在心裡面打了非常多的問號 台灣所有的奇蹟怎麼都那麼巧 都落在台灣身上 連防疫公共衛生的奇蹟也在台灣身上 你看敦睦艦隊這種情況在其他各國 一定造成大的社區感染 台灣沒有 酒店公關 接觸這麼多人 而且你覺得他們會社交距離嗎 你覺得他們會保持社交距離嗎 網友在開玩笑還說他們在保持什麼交距離 你們自己填空 本節目是要角逐金鐘獎 優良文化獎的 所以我們開玩笑開一半就好 那怎麼會到最後所有的社區都沒有感染呢 各位不是覺得很奇怪嗎 所以就會有中山醫學院的這個教授 來提醒大家說要注意 台灣躲得過第一波社區感染 躲得過第二波社區感染 未必躲得過第三波社區感染 請大家戴回口罩 請大家繼續保持社交距離 請大家繼續勤洗手 請大家繼續用酒精消毒 好 現在有一則新聞 它其實給了我們很多很多的警惕跟反省 就是 歐盟經過審慎的評估之後 他們打算開放第一波開放邊境的國家名單 來我念一個這個新聞 有27個國家的會員 共同組成的歐盟的許多外交官員 最近在布魯塞爾 比利時的首都 開了一個會 決定針對歐盟設定的各種 新的商業跟旅遊的這個標準 針對商業跟旅遊業重新開放 進行了很多堪稱艱難的談判 歐盟定出的安全國家清單 獲得大多數國家的支持 預計在7月1號正式生效之前 還需要各國的這個首都跟官方聯盟 確認會在27號公佈名單 但這個名單呢初步已經外洩了 我們來看看 這個26號他們拍板定案的安全名單 就是歐盟要開始對這些國家邊境開放 包括了 奧爾吉利亞 澳洲 加拿大 喬治亞 日本 黑山共和國 我還不知道有這個國家 叫黑山共和國 摩洛哥 紐西蘭 盧安達 塞爾維亞 南韓 南韓 泰國 圖尼斯 烏拉圭 安達爾 聖馬利諾 摩納哥 和梵蒂岡 奇怪 防疫全球第一名的台灣怎麼不再列呢 怎麼不再列呢 而且 而且 還包括了一個國家部分開放 有條件開放 那叫中國 中國都被列入有條件開放的國家 怎麼沒有台灣呢 奇怪 陳時中 我呼叫一下陳時中 我們不是很棒嗎 我知道 衛福部又會說我們被中國打壓 對不起 すみません 看不出跡象 第二個 衛福部可能又會說 因為歐盟有特定的立場 對不起 すみません 你在歐盟 你在英國為了這個假論文的事情 砸了多少錢 對不對 鮮花 啤酒 巧克力嘛 48 萬英鎊 都可以給一個單一的施呼嚨 去做研究 也不用報告 也不用叫 然後也 Anonymous 你在歐盟著了多少力 為什麼人家沒有把台灣列入 第一波的開放名單 連中國都有條件開放 我想這個故事 要給我們的政府一個大大的耳光跟省思 來 我們再繼續往下看 歐盟是根據一連串的科學標準 來判斷哪些國家可以包括 他們的安全 放在安全名單 那這些標準包括哪些呢 包括了 感染率 台灣應該全球最低啊 第一名啊 公共衛生報告數據的可信度 來了 你的Credibility 你的可信度 完了 光這一點 台灣就出局了 再來 你看光台灣一個有沒有通報 有沒有提醒人傳人 就要在那邊凹到天荒地老 明明報告上白紙黑字 除非我看不懂英文 你就硬要凹說台灣很早就已經告訴你會人傳人 還有那些 不管國家的那個大使 就是那個管到海邊去的謝志偉 也會跳出來教英文 他真是笑死人了 所以你們怎麼凹都沒有關係 你們開心就好沒有問題 腳踏著修不修那你家的事 可是國際間不是你可以呼嚨的 來我們看看 公共衛生報告數據可信度 問題出在這裡 歐盟希望這個談判的過程不要被政治化 不要被外交勢力壓力所影響 但是官員透露說像美國在內的很多國家 包括中國在內就一直施壓給歐盟 希望能夠把自己放進安全名單 這個不奇怪 台灣也一定在施壓 台灣接下來會施壓 沒關係 如果施壓成功 台灣能夠被放入第一波開放名單 我覺得這也是台灣很大的 政府的貢獻 但是我希望 既然你叫陳時中 我希望你永遠在陳時中 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在下方點下訂閱按鈕 也別忘了開啟旁邊的小鈴鐺 謝謝大家